国民党立委徐巧新5号这一天揭露 外交部跟捷克卫生科技院签订的 1000万美元的援助乌克兰的合约 而且指定的是30%到40% 必须要采购台湾的制造商品 但是没有说明如何招标 徐巧新今天再度召开记者会提出了质疑 他说民间党政府一直强调 合约是公开透明 但是这当中的细节全部都没有说 而且还要加密10年 他呼吁民进党立刻解密文件 让民众知道全貌 民进党政府告诉我们应该要公开透明 他们一直都说 他们跟捷克签的MOU健康相关 他说这个是促进乌克兰重建 初级医疗照护系统伙伴关系的健康的MOU 他们说这是公开透明的 是当时签约的时候 有发出正式的新闻稿 但就是很简单的写到谁跟谁签约 里面的细节要做什么 完全没说 而实际上面它是一份密件要加密10年 这难道就是民进党口中的公开透明吗 这个密件它的解密时间是122年的12月31号 等于要10年以后我都老了 才能要解密这份文件吗 所以如果民进党政府当天晚上对我的攻击 是真的请你立刻解密这份文件放上网路上面让大家知道全貌 所有不应该提供给大家的部分我都用便利贴贴掉了 因为我想立法委员还是要有一定程度的保密义务 我们只是提出其中其人一动 要看守好大家荷包的部分 我们不会涉及到泄密 好针对这份这个徐晓星所爆料的援助乌克兰的密约 外交部目前正在召开记者会说明 我们带您快来看 第二点 自从乌克兰入侵 自从俄国入侵乌克兰开始 台湾政府和民间立刻展开人道救援工作 考量到台乌之间并无正式官方关系 因此主要援助计划是透过临近乌克兰的友好国家 例如捷克 波兰 立陶宛 斯洛伐克来共同进行 另有一部分的计划 则是与乌克兰地方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直接合作 第三 乌克兰战争仍在进行中 本身专注执行复原和重建的能量有限 中东欧国家与乌克兰有长年的互动 对于援助乌克兰也较有经验 能够直接与乌克兰官方接触 我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 对于我方的援助也更有保障 外交部也会特别注重监督相关计划的执行 此外 借由与友好国家的共同援助乌克兰 也进一步强化我国和中东欧国家的合作经验 与实质关系 是三营的合作模式 未来也将有助我国厂商打入乌克兰战后的重建市场 第四 台湾与捷克合作援助乌克兰 公开透明 经得其检验 相关预算也都经过立法院审议通过 捷克政府相当重视与台湾的合作 甚至指派乌克兰事务特使来台签约 今年三月第二度访台期间 也曾与媒体座谈 指出台捷的援助 是直接抵达乌东前线战区 这是很多大型的人道组织所达不到的 台湾政府与人民应该为此感到骄傲 至于台湾与捷克所签订的合作备忘录 外交部都有发布新闻稿 说明大致合作的内容 对于我国的外交处境特殊 只要台湾与理念相近国家进一步合作 就会遭到阻挠 甚至被破坏 这也是外交部以密件处理 备忘录文件的主因 但相关文件均依照法定程序 送立法院备查 立法委员均可调阅 所谓的密约根本无稽之谈 立法委员对于内容有疑问 外交部可派员说明 但不可直接在媒体面前公开机密文件 是国家机密与无误 外交部对于本案涉及泄露公务机密的仪式 将准备采取法律行动因应 第五 徐晓星委员意测想象 穿着附会 刻意误导外界 我们与捷克合作援助乌克兰 是战争开始及持续讨论并进行中 是现在进行事 徐晓星委员刻意将此事和肖副总统当选人访问捷克作不当连结 是刻意的误导外界 吴部长在立法院背询的时候 清楚知道这点 并不随之其物 徐委员指控 台阶合作计划中 捷克政府指定的执行单位 捷克卫生科技院 CHTI 是一间私人公司 并非事实 记者朋友可上网查一下该单位的网页 清楚地说明了CHTI 是一个非盈利组织 而且是与捷克的外交部 卫生部 内政部 工商部合作 捷克政府近年来大力推动医疗外交 积极整合置身国内的医疗科技能力进行国际援助 两国合作反被我们的民意代表 抹黑成图立特定政治金主 政治现今媒体追问消息来源 徐委员近称是打听来的 他这种意测想象的说法 除了为自己博取声量 转移最近媒体关注焦点 如果伤害了台湾的声誉 损及台湾与友好国家的关系 或是破坏了对乌克兰的援助 大家想想最后是哪些最后的受益者会是哪些国家 最后 德不孤必有灵 台湾积极援助乌克兰 乌克兰人民也表态愿意协助台湾一同对抗 威权威权 威权 元首信任度的内部民调 该民调首次将台湾议题列入问卷的调查 47.1%的民众受访者认为 躺中国对台动武 乌克兰必须向台湾提供援助 显示乌克兰人民高度认同民主国家 应在抵抗威权国家侵犯时相互支持 并对俄乌战争期间获得的国际支持 表达感激 说明乌克兰政府及人民 对我国提供的各项援助计划有感 我国透过直接或三方 以及多边合作的援污管道 以发挥一定成效 外交部六点声明如上 外交部一切公开透明 拒绝造谣抹黑 不晓得在场媒体朋友 有没有其他的提问 来 赵英杰 好 针对这个部分呢 就是您刚刚所看到 这个外交部目前正在召开 记者会特别提到的外交部 强调的是他们一切公开透明 但是对于徐晓星 公布了这个国家的机密资料 还有所谓的这个机密文件跟合约 他们不排除 要走法律途径来做解决 好 但是呢 这个是陈建仁在受访的时候 他也有说了 外交资料都会用密件的方式 送到立法院提供备查 委员也是可以调阅的 但是呢 徐晓星公开密件 并且捏造不实消息 对于捍卫国际外交主权 是很大的伤害 大家都很清楚 关于我国外交的这一些密件呢 外交部呢 都有送到立法院来备查 所以委员呢 只要想调阅的话 都可以调阅到这一些的文件 那台湾的外交处境呢 相当的艰难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 对于我们的外交的事务呢 做相关的 比较好的这一个维护 以避免呢 恶意第三方呢 来将于干扰 而破坏了我国的 在外交关系上所做的 这些各项的努力 那这一些事情呢 都是以密切的方式 送到立法院 所以我 那 那 徐委员呢 他本身 就是外交国防委员会的委员 所以他相当的清楚 这一些的资料呢 是可以调阅的 而且呢 必要的时候 也可以请部会 来加以说明 但是呢 徐委员呢 既然公开这一些密件 并且 连照不实的这个消息 那我相信 这对于捍卫我国的 国际外交 还有呢 捍卫我国的 这个主权呢 是有很大的伤害 那事实相当 令人难以了解 而且 我们也在这里 认为是不应该的行为 我们大家 不分朝野 的立委 或者是 社会各界呢 都应该一起努力 来跟理念相同的 自由民主国家 来发展我们 的对外关系 来对全世界 有所奉献 所以这件事情 我想 我们很遗憾 这个徐委员呢 做出这样的作为 我想这有害于 我国的外交的推动 好 当然这一回 在这个徐晓星爆料之后 这个外交部呢 也直接选择 跟立委开战了 主要是因为呢 徐晓星爆料说 外交部跟捷克签订了 这个专案花费 高达1000万美元 而且这当中呢 其实疑点是蛮多的 包含第一个 有指定 捷克卫生科技院 来做执行 好 但是很奇怪啊 这个该院人士 前脚有来台湾访问 后脚就拿到了专案 因此呢 徐晓星认为说 是不是台湾政府 间接介入了 捷克的政党政治呢 另外一个部分 有指定 30%到40% 要用于台湾的 向台湾的制造厂商 来做采购 但是呢 没有说明是 如何招标的 因此也引发质疑是 难道说是 土力跟政府之间的 友好厂商 才可以招标吗 有指定的对象吗 是所谓土力 绿友友吗 好 针对这个部分呢 外交部除了在今天 有召开记者会 再度对外说明之外 他们也有发布了 新闻稿强调 其实一切都是 依法办理的 而且批评许巧心 造假虚构伤害外交部 呼吁大家要唾弃 这种一昧的制造声量 划众取宠的 遏职名义代表 好 当然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外交部的说法是 蛮严肃 也是蛮严正的 好 另外一个部分呢 这个是吴兴代他在脸书的发文 他说徐晓星这回太过了 诈欺图利罪 只有品性不良而已 但是这一回 还泄露国防秘密 好 这个部分是会伤害国家安全的 因此他说 台湾激进党将会按理告发 在今天呢 已经有去做了这个动作了 好 但是我们来看到 各界的评论跟分析是如何 这个是前立委沈富雄 他有认为说 外交部这一回的反应 恐怕是有点过当了 台湾的外交面临困境很多 其实外交部根本不需要处理 单一立委到这种程度 好 另外一个部分呢 是这个张思刚他有说了 援助乌克兰大大方方的 外交部到底有什么好开呛 许巧新的呢 好 再来呢 这个是前立委郭正亮 他说这份文件 解密的时间 要一直到2033年的12月份 才能够解密耶 当然呢 吴钊燮知道台湾的外交困境 会有一些地下运作的东西 但是这一回还如此的强势 硬要跟徐巧新杠上 然后呢 最后就让所有的事情浮出台面 好 接下来呢 就看吴钊燮到底该怎么做人 不 巧新这个人一看就知道 叫做第一级了 因为会有这种料告诉他的人 就是 知道内情的人嘛 搞不好就是外交部里面的人 因为我也有看到这个公文 这公文是密件 你这边也不能秀出 那那个密件的时期 是到2033年 12月解密 才能解密 才能解密 公开透明一个鬼 2033年吴钊燮不知道在哪里了 那事实上大千讲那个就是说 以前我们常常搞出这种 透过中间人的所谓的外交援助 坦白讲 搞不好台湾的外交大部分都是这种外交啊 所以我看到这个外交 坦白讲我是一点都不意外 这个完全是吴钊燮自己无端惹出来的 因为台湾很多外交就是这个样子啊 因为你没有邦交嘛 我们去乌克兰市上知道波兰办签证你知道吗 我们跟乌克兰市完全没有接触啊 上次吴钊燮不是捐了钱 结果是谁打电话来感谢 基辅市长啊 为什么不是乌克兰外交部 是 他连这个都在避讳 坦白讲乌克兰搞不好 虽然现在对中国大陆不太满意 可是他更重视的是中国大陆吧 事实上中国大陆跟乌克兰的关系是非常好的 我最近看到一个清单啊 说乌克兰在俄乌战争里面被炸的地方 有好几个地方都是中国盖的 那关系很密切啊 而且最后真的要弹劾 要能够帮得上跟俄罗斯求情 恐怕也是中国大陆吧 所以可以理解乌克兰不想太得罪中国嘛 这个我完全可以想象 那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既然被人家质讯了 你就你就低调一点 客气一点 可以跟巧新讲说 委员我们可不可以到你办公室 向你做说明 大家都能体谅啊 我跟你讲啊 不然这种事情 这种事情摆明了 就是指定厂商嘛 历来都是这样啊 也不是只有这个这样啊 那指定厂商 请问你有招标吗 那为什么外交部可以指定 哪几家台湾的医材 来提供医疗器材呢 是不是你的好朋友啊 这种事情以前太多了 只是大家都懒得质询啊 以前中南美洲也一大堆啊 为什么是台湾哪几家公司 提供原材料 或者是什么样的货品 然后就用原外预算支掉啦 那到了中南美洲 那到底是哪一些人拿到 根本没有人知道啦 那个还是我们的邦交国 这个是没有邦交的 那不是公开透明吗 太阳星全校客废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客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客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日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客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客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客废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